各位大兄弟们,这里是币圈老韭菜 比特币不讲武德,突破34000美刀 创了新高,现在已经达到了36750美刀 跃跃欲试,正想冲击37000美刀 那恭喜各位大兄弟们,如果看了我之前的视频 我让大家在这个W附近,做多的小伙伴们 那你这边又有一个不错的回报 这边的回报大约是在多少 这些电脑不太会用 那么算一下吧,33000到36000,10%左右的一个涨幅 还是不错的,对吧 如果你十倍杠杆,我建议大家有十倍的杠杆 那就是你1000刀的本金,差不多又赚回了1000刀 先说我以太坊是看近期是看13000到15000,对吧 但是现在这个市场非常的疯狂 我现在非常相信它能够突破前期的all time high,就在14000,14000之后呢 可能会到2000左右 但是近期啊,我对以太坊还是有的瓶颈,就是那个transaction fee 一直要等到那些DeFi的龙头全部转到了layer去 那它的币价,那它的以太坊的币价可能达到3000到5000 如果关注我视频的同学知道,之前我们讲的比较多looper 这个是一个华人的项目,不要老师认为华人的项目就是蓝级项目 这个是华人的项目,它做的就是layer去的solution 这两天它暴涨了130% 这就是一个布局,随着以太坊不断的gas fee的增高 那layer去的项目就显得尤为的有价值,对吧 那为什么这个sushi啊,还有uniswap啊,他们这两天涨幅一般 对,50%的涨幅,7天,人家150%,130,这边差不多是50%的涨幅 其实你看sushi和uniswap咬得很紧 uniswap一涨,sushi必定会跟上,他们两个人是在竞争的关系 当然uniswap还是龙头嘛,但是sushi会慢慢的赶上 但是像这种直接走layer2solution的luprent 就是占有了一定的先机 之前还有个效果叫做zkswap 这两天应该也涨了不少 反而跌了对不对 这怎么方向上线了,不是叫zkswap the first zk rollups basedlayer2dx,对吧 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找 有的时候币权就是这样,对吧 有时候很难说的 当然looper也是一个比较老牌的项目 做了很长时间,是华人团队做的 老板什么都是华人 好,那么看到defi这边,你看之前还是在这里,对吧 现在888已经到了911了 那我们看一下和前期的高点比还差多少 前期的高点是在1100左右 那差的不多了,差的不多了 之前是600多,可能已经910了 那就是说已经 基本上所有的币涨了50%左右 那可能还要涨50% 就到了前期的高点 那我也看好这一波可能会突破前期的高点 那我也看好这一波可能会突破前期的高点 山寨地这边随着那些ADA 还有XLM 疯狂 以太坊和疯狂狂的 指数也是不断的往上走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每个币种 比特币 现报36825 今天一个小时又可以涨24小时涨了10% 以太坊24小时涨了12% 突破1200美刀 XRP终于开始起稳回升 利空出尽 现在又回到了前期的0.25左右 那恭喜小伙伴们在0.2 0.19 附近买入XRP的小伙伴们 所以一波又有差不多0.2%的话 就25%左右的回报 对 还会走 只要XRP在两月 业绩两月初的时候说 我和SEC庭外和解了 那就会暴揽 那现在它最大的问题就是 在美国很多交易所把它下降了 但是它只要把SEC的问题解决 这些交易所会给它重新上降 就是一二三的事情 也会暴乱 LiCoin 8% Cadano 27% 博物卡 占上了10刀 CodeCash 最近也涨了不少 涨了26% 7天 我看以太坊 7天涨了68% Cadano 7天涨了77% 这就是山寨比 Stella 昨天到今天涨了160% 今天又涨了70% Chinlink 终于开始爆发了大胸 Chinlink 7天爆拉51% 我是10块钱买的 现在已经17块了 Binance稳步的上前 BNB非常的强劲 整个在牛市之中创了altime high 除了比特币之外就是Binance 其他的币都还没有创altime high BSV 最近7天涨了10% 很多大胸就问我说BSV怎么样 BSV 关键没有人推广 它的热度不够 BOS 现在MarketCap是15位 终于涨上了 涨到了3块美金以上 7天涨了28% 新金币终于开始爆发了 24小时又涨了30% 一个小时又涨了5%左右 我是在0.2买的 差不多又50%涨好了 这就是新金币 我之前跟大家推荐过的 新金币 有钱的话可以考虑点 因为前面一直没有涨 它会补涨 而且它后面是有 是有那个庄家会去拉的 马来西亚财团的庄家会去拉的 这帮人很会玩 很会炒的 新金币我告诉你 弄不好进入前10 有可能它炒起来 很牛逼的牛逼 Salesis Token 终于开始起我了 这个币 你要说MarketCap前18 有点太夸张了 但是这个币是比较稳健的 包括我自己还有一部分的钱 在这里面去 去挖Salesis Token 去赚Salesis Token 它的利息是SEL的显示发放 所以还是不错的 SETA SETA这两天终于 终于算涨到 涨到顶了 对吧 涨到顶了 OKB回调 处于正常 WeChain 7.50% 中国人的骄傲感 Synthetic Token 终于24小时回头了 之前拉了一波 62% 现在拉了一波 Cosmos Cosmos 终于 这个比较稳的币 还是往上涨 Havi 40% Uniswap 50% Doge 122% Filecoin 在牛市的推动下 还是小伏的上升 FTT 9.42了 7天竟然涨了60% 连FTT都被pump了 相对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 AC下面的一些币 没怎么涨 YFI 7天就涨了13% 对 对 我个人认为王YFI应该会涨 毕竟他只有3万本 古3万76到了 这个比我不太数 Aerrorland 我们可以看 Waves Waves现在明显这波涨是没有之前 会补涨的 大家有钱可以买点Waves 再次 给大家tips 有钱可以买点Waves 买现货 不要买期货 谢谢 YMA Looping Sushi 表现还是不错的 你看7天也差不多涨了50% 我看很多群里面说Sushi不行啊 对吧 没有爆发 你这个不能急的 慢慢来的好吧 The Graph 又回来了对吧 到0.37了 这个 我们要看 这个装会不会继续烂 BAT 这7天竟然涨了24% 不错 Algolin Avalanche 就是公链销 它采用了一个雪崩协议的 那个Consensus Consensus Consensus 中文叫什么 Consensus 共识 它的共识是雪崩协议 是一个华人写的 很厉害 Soul Chain 非常的热 1块6了 我靠 Nano coin Nano coin 被泡泡了这么多 我是没想到 R1N 你看没怎么涨 R1N 它绝对会不涨 R1N R1N 还有什么 Kyber 涨了 对吧 Verge 涨了 Verge Band Band 终于开始补涨了 对吧 之前Band已经蒙掉了 到5块多了 我果断的在5块多买入 终于开始补涨了Band 65.5%了 7天65.5% Band 非常不错 7天涨到40 50的都属于非常好的B 超过什么100的 这个就是 非常牛逼的B C 那这个我们来继续看一下WISE WISE WISE成了时尚 我最关注的一个B 对吧 你看 WISE叫之前已经涨了2.7倍 但同样的以太坊涨1.67倍 对吧 WISE的比例其实应该是2.7倍 减掉1.67倍 就是 就是它的 应该是它真正涨的比 WISE它是1比1和以太坊 成对 放在uniswap里面 那你简单理解 它是由以太坊来backed 以太坊涨 那WISE可能会涨 如果你把WISE卖掉之后 你拿出来的是以太坊 所以说 这个以太坊最近涨了也比较多 但WISE还是战胜了以太坊 我们可以看每天 这个 daily net positive buys 还是有300万 对吧 非常厉害的 还是每天有300万的人买进去 已经超过2000万的美金 又买入到WISE 这是在ICO之后 发生的事情 WISE现在已经是0.43了 我记得刚刚出来的时候是0.2 0.19 现在已经是0.43了 非常了不起 已经涨了一倍多了 我们可以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WISE和 我们四小时 这张图是WISE和以太坊的比较 它相比以太坊的价格 你看看 蹭蹭蹭往上走 蹭蹭蹭往上走 一开始是对以太坊来说是跌的 对吧 因为刚刚开始 我之前也说了 刚开始肯定会有人dump 他们肯定会套力的 他们赚了两倍三倍先走 然后慢慢的会起稳 但我没想到 这个project受到的热度 比我想象中的还滑张 起稳是缓慢的上升 现在你看 疯狂的上升 一个差不多60度降的上升 对 对 已经很厉害很厉害 你看它一天的话 就是90度降上升 就没几天的时间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 九天七天八天 上伊丽索普一共只有八天的时间 你看最近的两天 90度降上升 那我们看今天 今天会发生什么 1月7号 这是WISE 如果想要质押WISE的同学 可以用我的推荐 将会获得10%的质押奖励 那我现在更加确信 我之前对这个project 应该是会走的非常不错 你看它的liquidity 在uniswap上排名 已经排名第四了 所以是非常不容易的 好 最后我们讲一个新闻 核规币 核规稳定币的春天来了 对吧 昨天我讲一个新闻 就是说 美地出了一个 对太坊 或者说对整个加密货币市场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重大利好消息 1月4号晚间 美国最大的银行业监管机构 OCC 允许美国银行使用 链和美元稳定币 作为美国金融系统中的结算基础设施 对吧 它将以稳定币兑换为法定货币 这一消息被社区广泛视为公链代替swift 那这有几大用意啊 第一大用意就是说 美地已经承认了 私人公司所发的一些所谓的稳定币 对吧 还有 就是 他们就美地不准备 他准备短时间啊 就用这种加密货币来代替法定 而不是自己再花个几年的时间 去搞他们的CBDC 就是中央银行出的Digital currency 像中国现在DCEP嘛 就在搞 在试点 最近在上海试点 一开始是在深圳 然后是在苏州 这两天我看起来已经到上海了 上海之后就是北京了 北京之后就开始可以推了 我们知道中国这种推动速度是非常快的 但是美地啊 弯道超车 直接用以太坊上面的 稳定币 对吧 稳定币 作为法定的货币 这个有点夸张的说实 那也就是说 你以后可以用USDC去做到任何的地方去买卖 去购物 去吃饭 甚至去ATM卡 把美金取出来 对吧 就和美金一样流通了 这一点意义非凡 那不容低估 然后里面重点讲的就是USDC 因为USDC是 USDC可以说是这么多稳定币里面监管最为 最最最最最最为严格的一个币 USDC就是这个 This is huge 2021 那他USDC现在是仅次于USDT 那我们知道USDT一直是被人诟病的 USDT的方形方Tether 并没有 第三方审计其百分之一百的 呃 就被负金比例 这个一直被人诟病 那Tether为什么现在MarketCap这么大 Tether排在第三个 超过了一千 超过了多少 200亿美金的Tether 200亿美金的Tether 2020年初好像是40亿美金 现在已经超过了200亿美金 就是一年增发了差不多 160 180亿美金 就很夸张的Tether 那为什么Tether是这么大呢 因为他占有了先机 他是首个推出的和美元1比1 锚定的一个稳定币 对吧 他是由 呃 大逼我 逼Phoenix推出的 他其实很简单 他就是说他把他的美金 存入一个银行 同时通过以太坊 一开始都是在以太坊上 通过以太坊把这个Tether给挖出来 或者创造出来 对吧 就是他的一种说辞 但是随着Tether不断的增发 已经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两三年了 有很多人都疑问 你存入的银行的美金有没有这么多 有没有200亿美金 对吧 那需要有第三方机构去做审计的 但是这个审计报告呢 往往不是完全的公开透明 所以说呢 这个Tether一直被认为有很大的银化 还好Tether现在MarketCap还不是这么大 不然的话Tether一旦爆雷 那会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其他很多的稳定币 有类似于人为的发行的稳定币 就看到这个机会 其中最最大的竞争者或者挑战者 就是USDC USDC可以说是在法规上面是做的最好的 它的劳动家叫做Circle Circle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加密货币 对不起啊 它下面有个交易所Polonex 这个交易所2017年的时候也是相当有功的 Polonex 也有OTC 也有什么investment 最后在熊市的时候呢 Circle呢壮士断碗 把这些交易所都卖掉了 然后呢完全专注于USDC的相关联络 可以看到USDC的发行正在增速 并且先后和Stella Adda Solana另外一个公链 Algolin又是一个公链 进行合作 面对来世兴认的DeFiCircle 较快有没有WuGas发送概念 马上就要推出USDC2.0 就当你USDC2.0出来的时候 你发送那个USDC的时候 就不需要Gas USDC现在是仅次于USDT的一个稳定比 在这儿 不过也才40亿啊 它的体量相比于Tether还是非常非常的小 非常非常的小 但是这个是一个upcoming的一个稳定比 Tether呢会 因为这个2021年这个政策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USDC会接入更加多的 全球的更加多企业账户 那我们以后跨国支付的话 就可以用USDC来跨国支付 这个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是受益非凡的 要不然现在很烦的说实话 未来的话 有这种更成熟的服务API什么出来之后 我们就不需要跑到银行去转账 直接打过去 他们API就可以给我们开个发票 这个都是有可能 对吧 你看Circle还要和支付巨头Visa进行合作 对吧 然后其商户的数量高达6000万的支付网络 与后者牵头发行稳定的USDC集成 这个真的是未来的想象空间真的是太大 Circle和Visa的合作 好 那我们也知道啊 除了USD DT U 对吧 除了U之后 除了USDC之后 还有其他的一些网络币 那个人用的比较多的呢 比如说是TUSD TrueUSD 也是一个第三方机构发展 还有一个叫做Pax 对吧 这个也是个网络币 叫做Paxos Standard 这个体量就比较少了 你看才4个亿对吧 才4个亿 但是这些都是人为操控的 不能说人为操控 就是有人为去监管它的 那还有一类稳定币 它是由算法给发布的 可以看到 它是通过我们之前也说过的 有一个Maker Maker最近暴涨了 MAK最近涨了百分之八十 我可 涨到一千多美金 这个B最近暴涨了 就是由这个Maker这家公司 Maker Dow这家公司 所发布的一个算法稳定币 它通过一套算法来计算出 它里面的资产有多少 然后能够发多少的币 这套还是买务币的说说 但是这里面技术含量是很高的 就之前经常看到 币还受到攻击了 这个币的币价被操纵了 就是因为人家可以通过闪电币 把里面的资产增值 或者减值 导致这个币的价格变化 通过这个套利套利 几千万美金 那不管怎么样吧 我觉得 美国人 这次真的是铁个心 对 没有 终于是 美国人一向是对科技比较开明的 但是他们也非常注重监管 对吧 这就是美国人 为什么在科技界 常年占据霸主的地位 就是 他们又有创新又有监管 那这次 他竟然同意加密货币 作为他们的那种支付手段 这个是不可想象的 我真的觉得这个是很难想象的 竟然在2021年就发生了 那未来 那不用说了 加密货币这个东西 会进入煤的人 千千万万 家 家庭的生活之中 可能day to day 我们都可以用到 就不光是炒币的人 我们现在买油干嘛 买油基本上就炒币 对吧 或者来洗钱什么的 但未来啊 可能商家都可以接受 或者接受USDC 对吧 那这样整个生态是非常非常好的 说实话 行 那我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 今天分享内容有点多 讲一讲市场 对吧 看啊比特币我在讲的当中 已经三万七千多了 对吧 这个就是涨起来是很夸张很夸张 没有就是没有回头 你看 在日线上 我之前画的几根线 已经太短了 对吧 已经太短了 没几天 我每天都做复盘的 关注我小伙伴的都知道 我每天都做复盘 那现在的话 从这边开始 把它抛了 开始拉伸之后 对吧 一直在往上串 在日线上 在一小时的上 还有点坡度 对吧 但是还是非常稳健 好吧 那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做到这 喜欢 大兄弟的朋友 我还要关注 我还要关注 好 最后我还再来答一下疑吧 就不多做其他再做什么 我答疑 直系捐唐人 非常聪明 幸好有听你的做多 非常好 谢谢你的分享 大兄弟看看BTS还能等吗 BTS是什么东西啊 BTShare吗 这个B都死掉了呀 我都忘记这个B BTS我记得没错 应该是BTShare吧 这个不是又是B神搞的一个病吧 这种病你还等 不用等 换换换换 换了吧 换 拉盘了 踩下 手里肯定有EOS 对的 踩的人 三个人踩的人 估计是EOS 喜欢EOS 对吧 BTS和ETH 下次回调在什么时候 这个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是神仙 我只能告诉你 现在走势非常的强 整个市场像打着鸡血一样 但是也有可能在未来的一周 就回调了 这种东西我真的是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老酒萨如果卖出EOS 现在什么点 价位买什么币 BTSB怎么看 BTSB我说了 热度不够 卖出EOS 就卖这种人啊什么 人 还有些DeFi 比Sushi还是便宜 还是便宜的 XRP呢 XRP说了 XRP如果战胜SEC 就涨个5倍10倍 很正常 我感觉70%的可能 会和SEC和解 但是这个风险也很大的 它万一不和解呢 我没有水晶球 不能看到未来 我看主流币上瑞波币 怎么那么清新特殊呢 不管其他的东西 还溃然不通 它想涨呀 但是它的 它有太多的利空了呀 一会什么Coinbase下架 一会我看什么BiUS下架 一会儿什么什么下架 那涨不动呀 OK OKCoin就下架了 反正我美国相关的都下架了 迪法百块中国牛市要上街 谷歌指数这两天干到100点 连超Hotcoin BTC 是吧 APP怎么看 ADA ADA非常有前景 非常有前景 YFI还能上去吗 对跟你说了 最近走了我的一批 ADA非常不错的 我这边 我这边 这边有个market 在哪里 亲爱的小伙伴们 这里是Bi 感觉community 早上还发了一篇文章 大家英文好的同学可以去看 发了一篇post 英文好的同学可以去看一下 也算是因为她 她是这个人 这个人叫做Charles Hopkins 她是ADA的创始人 你看她这种打扮 对吧 就是非常一个务实的 你看她的办公室 虽然这个人很有钱 但她的办公室 也没有很划少的办公室吧 而且你听她说的话 非常有见解的一个人 非常聪明 非常聪明 我可以想象 她这种务实的风格 ADA这个项目 肯定会一步一步走向她的春天 而且她的团队很强的 她的团队很强的 她的团队非常强 IHOK 给你搜一下 IOHK IOHK 她的职业是什么 Mathematician 年纪很轻啊 跟我年纪长得多大 33岁 之后 Mathematician 数学家 Charles Hoskins 非常牛逼的 非常牛逼 非常牛逼 哎 牛人太多了 我们还是不断的学习 像这些科学家们好好的学习 亲爱的小伙伴们 好我们就去打一 我们看这个 小邦领 什么比特币 大家都睡得少对吧 GIT为啥不涨 GIT不涨了吗 OIN 如果现在有比特币 偏限于比特币 还是一大方 分开买 不能全放在一个篮子里 感谢分享 感谢分享 学习 感觉今晚会跌一步 然后半夜 我明天再升一步 八财就靠一切吃 Oder Book 我是师傅 是的 孔掌孔爹 金金币0.23合理吗 当然合理了 不今天已经到0.3了吗 重操UNI UNI是可以的 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入群 之前入群 加助手微信 Crypto League UNI千万之三 币安千万之一 从手续配置来说 有点没什么竞争力 对的 但是UNI方便 还有很多币 币安上面没有的 就只能在UNI上面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 喜欢我视频的大兄弟们 一定要记得点赞 好吧 点赞点赞点点赞 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 在下面留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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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会 每次都会去看 是会答疑的 我就不一个个回复了 但是我在视频里面答疑 速度效率更高一点 好最近因为币氏特别疯狂 币氏非常的疯狂 包括我自己啊 我自己都觉得很疯狂 已经达到了2.17 所以说大家还是注意身体 注意身体 那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 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 喜欢我的小伙伴们 点赞点赞点点赞 想要跟我沟通的小伙伴们 留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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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到这 Peace